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宅 這次是給各位帶來最新監管者 建築師楓岩的實戰技巧分享 要玩好建築師,首先要了解他的機關牆 機關牆有幾個重點 1.機關牆的延遲時間 機關牆從劃線到升起需要0.5秒左右的時間 如果要命中移動中的目標,需要預判0.5秒的位置 2.機關牆沒有辦法牽氣球 機關牆在時間結束之前 連建築師自己也是需要跨過的 而且是無法牽著氣球跨過 意思就是如果你用機關牆把人圍起來 你沒有辦法進去牽氣球出來 需要等到機關牆的時間到才出來 3.距離越長消耗越多 機關牆的能量消耗會隨著長度而增加 如果要達到最高效益 當然是建議多畫幾條短的 會比一條很長的來的划算 但當然是長的比較容易命中 之前在巴哈的文章中 人格天賦原本是推薦張狂加挽留的組合 這次又稍微做了一點調整 測試了幾場發現挽留不適合建築師 所以在天賦上改成這樣 保留張狂來最快開啟二階超頻 將右下的拘禁狂點滿 以及右邊的牽氣球速度點2 這樣可以彌補建築師走路稍慢的問題 其實建築師是非常簡單的 主要幾個步驟就能獲勝 第一步 找控制台 建築師的一切都是靠控制台 找到控制台之後進入第二步驟 如果還找不到控制台 建議可以先開自訂來熟悉每張地圖的控制台位置 控制台位置是固定的 也可以將這幾張圖存起來 我存在雲端網址放在下方 需要的朋友自己存起來 第二步 觀察天線晃動 確認哪台電機正在破譯 並且讓自己面向那個方向 這樣可以打開控制台的時候 直接從這個提示 來確認位置 第三步 封路切人 如果電機的位置旁邊是牆壁或障礙物 建議先畫兩道長牆把電機圍起來 再用短牆來切人 這樣可以確保求生者跑不掉 只要切到兩下 逼迫他們翻牆就會倒地 第四步 傳送幫椅子 求生者倒地之後 確認附近沒人 直接傳送過去送他上椅子 第五步 首師 建築師的首師可不是單純手 可以運用便吸控制台 來執行第二步跟第三步 在首師的同時 也干擾或是打倒其他人 記得隨時關掉控制台 注意耳鳴的提示 確認有沒有人 建築師手師也有兩個小技巧 第一個是用機關牆來中斷摸椅子 這個需要算準時機來畫線 剛好讓他摸到椅子的瞬間被戳到 這樣可以造成傷害又斷他 第二個是超過一個人來救的時候 建議開超頻 直接將椅子包起來 讓他們摸不到椅子 想要摸椅子就要翻牆進去 多承受一次傷害 接著就是重複二三四五步驟 這就是建築師的主要玩法 聽起來是很簡單的 玩好建築師的重點還是在於 對於控制台位置的熟悉 以及機關牆的掌握 適時的使用超頻來大量蓋牆 這樣就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建築師 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有什麼問題或是建議 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是老宅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跟分享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任何想看的內容 或是遊戲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喔 那就這樣囉 掰掰